荣耀发财快吧 大仙什么都知道 诅咒吧 王高军终于迎来了削弱 时空阵便以方向回炉重造 就在昨天天赋服对六位英雄进行了调整 改过来一起看看吧 第一位露娜 这次对露娜的手感进行了优化 现在露娜远程普攻第三下 只会向前发出光波 以后会向前发出光波的同时 额外再打出近战形态的强谱 但伤害只能造成一次不能叠加 那以后在向前标记的同时 还可以给附近单位同时挂上印记 让露娜可以飞的单位变多 提升了露娜的操作空间 妙为思空阵回退 这次调整保留了变异后的思空阵技能素质 但回退了全能吸血和穿透的机制 我们之前也聊过 既然改版后的思空阵物理普攻可以暴击了 但是护盾量和回血素质 都是跟额外声明示挂钩的 再加上全能穿透和吸血 这就导致了思空阵的定位不够准确 可能违背了策划的设计中 我猜之后很可能会有更多的调整 第三位铝波银条 没有那么乏力 并且现在吕布在未护膜的状态下 魔法技能都增加了25%的穿透 增加了吕布全期的先进发育能力 在未护膜的状态下 包括二技能在内的所有技能都可以造成增伤 满机六神伤的情况下 以发二技能能造成388点左右的增伤 但后期团案中能造成非常可观的AOE伤害 第四位王道斤 削弱 被盾的护盾前期减少了30点 后期导致不变 伤害前期少了20点 后期增加了0.1 AP加成影响不算太大 这波渲弱比较伤的点在于 被动减移速效果从固定50% 改成了水等级成长 前期25% 后期保持不变 减攻速效果从35%到63% 降低到25%到50% 改版之后 就不能用一技能打断关羽的马腿了 对马操和射手的限制能力也大大降低 王刀军这一次一技能三技能素质也有所调整 一技能伤害全期下降 提升了5%的AP加成 大招冷却前期不变 后期延长2秒 打造的伤害基础没有变 增加了后期7%的AP加成 王刀军这一波就是属于全削弱了 对于中单王刀军来说 用前期的功能性以及生存能力 换取了后期提升的那么一点伤害 对于工具的人来说是明显的削弱 而对于辅助流玩法来说 对线压制力和打团的流人能力也不像现在那么强 再加上辅助本身升级比较慢 被动改为等级成长影响进一步放大 估计是能玩但强度有很大的降低 第五位 仓 仓就是测试下来的速值调整 我们等到这种试服定版后再给大家分享 最后就是8G的一技能超级跳Bug2.0版本 也在这次更新中修复了 咱们得了 给我们8G体验了他师兄这么久的金斗鱼 以后估计就体验不到一个屁股十万八千里的感觉了 那以上就是本次测试服的更新 你们觉得这次更新后王刀军会復回下水道吗 此故事又敢何去何从呢 看一下评论区里留言讨论哦